新闻自由跟滥用新闻自由之间的界限 谈到2016节目重点出变数是关键 还说自己就是被认为那关键人物 不插手选举却回国接任总统府执政 金普冲低调表示这都是惯例 当时冯光源指控自己跟马总统有特殊性关系 金普冲很不满 金普冲批评许多人不懂言论自由与滥用的界限 还强调自己深受其害 尤其政坛总有人用马金体制指控他干政 我不是行政院长我是幕僚 我对宋先生的这个燃点没有那么高 撇清政务选务都没插手 但是金普冲再度回到马总统身边 马金这个话题圈圈永远谈论不完 三地新闻姚立强 陈彦豪台北乔博道